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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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手上就是麒麟的Frozen Beer 我是櫻花味 我是蕃茄味 好 很特別的味道 課工終於可以喝酒了 沙冰很棒 好像果汁但有氣 好喝 我們喝完啤酒 看到我們眼前已經有三碟的 這個送酒小菜 這個就是帆辣杯 而且上面有蕃茄 煙山麵丸和魚子 鹹米和啤酒真的很配 馬上中落了苦味 我拍到非常非常 非常 很想快點盛 就是一直在我面前 但我還未夾得 炸雞 因為炸雞是卡拉雞 是日本人很喜歡 他居住在家裡叫的 他說這個 是醃了一天的 用自己的醬料 他們自己的麵 所以 我們就要試試吃 聽到牙肉很脆 好像沙沙的聲 不知道大家聽到 但它是很脆的 很好吃 它的雞 很大塊 不會是小塊的炸雞 我覺得很足分 嗯 你以為可能 這裡只是一點點前菜 但其實 我覺得都很... 很足夠 對 我的女生來說 對 好吃 好吃 平常吃的炸雞 都是這樣 最後 就要跟大家介紹一下 就是 我覺得就像這裡的 Hidden menu 因為呢 是有時有 有時沒有 這個就是 魷魚一夜光 你見不見到 它中間 是 是色的 夾著很多東西 我覺得鹹 不是真的 很鹹 可以整個塊 但是這個鹹味呢 是真的會令你很想繼續喝東西 快點喝啤酒吧 真的 很夾 想不到在酒吧 居然可以吃到 日本拉麵 而且是非常傳統的 你看看 它有糖心蛋啊 我的蛋是甜的 它就說這隻蛋是 港島原產的雞蛋 而且它拉麵裡面 裡面是有六二左右的豬肉 它的豬肉呢 不像那些 花燒 一般的花燒 嗯 而是 黑豚豬肉 即是真的有那種 豚肉味 嗯 那嘗嘗它這個叫做 苦切的拉麵呢 就是非常濃厚的湯底 湯底還沒得到 嗯 它是有很多 十幾種野菜 可以咬它 好像是 這隻 我覺得 它的麵質不錯之餘 它的湯底非常特別 對 很濃的味道 有一點像 咖喱 但又不是咖喱味 但它的質感很像 白色很濃 對 就是說 你喝酒吧 你聊到肚餓 還可以吃拉麵 但它每天限定15分 所以大家下次都可以過來試一下 喝啤酒 吃拉麵 香港的酒吧 是 英文系統的 藝術酒吧 各種類似的 各種類似的 日本酒吧 是 服務 還有 味道不同的 各種類似的 各種類似的 還有 日本酒 日本酒 焼酎 日本酒 日本的 ウイスキー 美味しい物を 香港の皆さんに飲んでいただきたいと思って 日本のバーを始めました 日本人も知らないような メニューを出すこともあります この番組は LikeJapan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ます